一名陈姓男子16号下午走在北区中友商圈的斑马线上 准备要过马路 没想到遭到轿车撞飞 马路上车来车往路过监视器画面看到 行人专用号制显示绿灯 这时行人陆续穿越马路 36岁的陈姓男子当时走在斑马线上 只有在接近路中央时 突然遭左转的一辆小轿车撞个正着 男子当场弹飞在重衰落地 救援车抵达现场 男子头部受创躺在地上 这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16号下午 地点就在北区中友百货附近 肇事的19岁赖姓小轿车驾驶 当时开车沿着玉彩北路执行准备左转三名路 不正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成型男子 四小车驾驶没有引脚情形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组的条例 可以把1200至3600元划缓 肇事的小轿车驾驶没有酒驾 不过变称没看到人 而受伤的行人送医后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还在医院治疗 警方除了呼吁车辆虚礼让行人 也对肇事的小轿车驾驶依法开罚 后续将等行人伤势稳定之后再进行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